好,我们接着讲啊,不确定性关系 这个呢,长久以来你要看一些科普书的话 把它描的,描述的,它比较神秘 搞得好像是你这么测啊,扰动它啦,然后测不动啊 或者哪个不一样啊,测不准啊,什么这种 实际上那些科普书上写的东西都是不对的 概念上都是错的 我们在这里边先从这个光子的不确定性关系上看 先看一看啊,比如说颜色,光的颜色 单缝颜色,宽度是A的缝 那光过来了,光过来的话,那当然 本来是平行光过来 结果在这里边出现了颜色图案,对不对 那假如说我们把这个中心亮纹 中心亮纹的角宽度,半角宽度不是 我们来看看这个中心亮纹的半角宽度 它是等于这个,对不对 半角宽度 那么如果我把这个半角宽度啊,当做是什么呢 当做是,你这个不是光有一个这个,在这个上面不是有一个 啊,这个,迷散嘛,对不对 我用这个德尔大十一大呢,就是代表这个迷散的这么一个典型的这么一个量 假如说啊,我以这个为一个典型的一个量 当然你可能说,你刚好这个地方不是没有光吗 可是这个地方不还是有光吗 那这个地方有光,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还有光呢 那这个光颜色出去的这个范围,我拿什么来度量呢 那我们前面说了,光主要是集中在中心的这个量纹上嘛 是不是 所以我在这里边呢,我就以这个中心亮纹的半角宽度啊 就代表这个光迷散的这个情况 这个一个迷散的一个,一个大概是量级吧 典型的量级,用它来代表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啊,有一些关系 什么关系呢 你比如说,当这个光从这个单缝过去的时候 那我如果把它当做光子从这过去的话 那你说,它是从这个缝的哪个位置过去的呢 你不知道对不对 你不知道它是哪个位置过去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说 我说在缝这个位置上,这个光子在这个,这个是X方向 X方向的坐标,就从哪过去的这个角度 它是不确定的,不确定度大概,不确定的那宽度大概多少呢 大概是A 它可能是在这儿,有可能在这儿,有可能在这儿 所以它,你不知道宽度哪个位置上,对不对 所以大概不确定的那个,不确定度大概是A这个量级 你也不知道这是什么 就是现在我们说的语言是比较模糊的语言 刚才我说,反正不确定度大概是A这个宽度 你也觉得是,说的是,你知道大概是什么意思,对不对 因为它是A这么宽度,你不知道它从哪过去的 所以我说在这个,过这个位,过这个缝的时候 然后它的坐标的不确定度大概是A这么大,同意吗 另外我刚才说,你这个把这个德大奇大不是当做一个典型的这个迷战的量级吗 那也就是说,光本来是这么过来的,怎么往这儿走了呢 从光子的角度,光子这个角度,你要是把它当做粒子的话 它要是只有这个方向的动量,它就应该直直地打过来,对不对 那为什么要往上去呢 可能是在过这个缝的过程当中 它在X方向上产生了一个,沿着X方向的一个动量的偏差 本来没有的,X方向没有动量,现在多了一个偏差 这个偏差大概多少呢 是沿着Z方向动量分量的德大奇大这个乘法 也就是说,因为你只有这样的话,大概光才能到这个德大奇大这个位置 动量是PZ和德大,PX形成这种三角形的矢量叠加 那不是它才可能到这个位置吗,对不对 所以它们之间就有这个关系 这个关系你能够理解吗 好,PZ实际上是光传播的那个实际上是真正的动量,对不对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光的动量,它是跟波长有关系的,对吧 考虑到刚才我们这个德大奇大这个量 就典型的这个量是这么一个关系,对吧 所以你把这些东西带进去 你就会得到这么一个关系 你把这个,你看,你看,你把这个带到这里边 把这个德大奇大拿着带到这边 你就会发现,德大奇大这个两个乘在一起 就大概是普朗克常量这个量级 就是这样,所以你就会发现在微观粒子啊 它在某个方向,X方向位置不确定度和这个动量不确定度 它们存在一起是大概普朗克常量这么一个量级 是这么个东西 那么实际上呢,海生报给了一个严格证明 就光子实际上不确定关系是这样的 大于等于二分之一H bar H bar就是二π分之普朗克常数 普朗克常量 二π分之普朗克常量不是H bar吗 X方向有Y方向,Z方向都有这种关系 哦,就是某个时刻的 这是啊,这是同一时刻的结果 那刚才我们说这个偏差不是糊里糊涂说的吗 是大概是不确定度啊,什么这种话 很糊涂,对不对,说的 那你现在比较准确的说的话应该是什么样子了 它应该是 你这个A是代表任何一个物理量 也可能是X,也可能是PX 也可能是PY,也可能是Z,反正物理量 它的偏差实际上 如果你上实验课的时候学过测量误差 测量误差里边有个G方跟偏差 它的平均值是这个 就离平均值偏差 就平方,然后平均值开根号 有没有G方跟偏差吗 就跟这个是一样的 就它是,你这个推导出来吗 推导出来你就应该有严格的这个定义,对不对 严格定义实际上是这个 正因为有了这个 写科普的那些人多少都懂物理的 他当然糊里糊涂懂,因为他知道他学过中学或者大学里边 糊里糊涂,学过物理里边 测量的时候不是有一个偏差吗 所以他们把这个说成是测不准关系 可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说他不是测不准关系 不用测量他就有这个关系呢 因为你在这里边这个这些值啊 是他可能的值 这些物理量啊,他可能的取值是这些 这个AI,明白这个吗 这些可能的值,你不用测,他就一直在那儿 那么到底他这个值到底等于多少呢 你不用测,他自己到底等于多少呢 他自己都不知道等于多少,明白这个 你没测的时候他也是搞不清楚 他是这个呢,还是哪个呢 所以他自己本身就有一个军方跟偏差 你没测量的时候,他本身自身就存在这个东西 也就是说,我们以前经典的概念是说什么呢 比如说一个例子在那儿运动的时候 任何时刻,他应该,他的位置肯定是确定的 对不对 动量也是确定的 你只不过不知道而已,是不是 但是你知道他肯定是有一个确定值 量子是什么呢 量子是他至于某个状态的时候 他本身就不确定的这些东西 你不知道他X值是取哪个值 他可能有很多可能的值 这些值里面他到底取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 所以呢,我们把这个叫做不确定性关系 资深具有的,不用你测量的 就这样 那么海生堡的不确定关系 实际上我们这个推导,我们不做 这个走的有点远 量子力学里面利用量子力学的算幅 这些东西,数学啊 不是因为你不知道 不是因为你没测量你不知道 而是他自己本身就不确定 这清楚我说的这个差别了吗 他本身就不确定,不是我没测所以我不知道 我一测我就,当然你一测你也知道 这个比较复杂,后边我们会讲到量子力学里面测量问题 所以呢,不光是光子有,粒子也有 所以食物粒子的不确定关系可以严格证明 跟这光子的不确定关系,完全一模一样的 那这一点呢,当然就与经典力学完全不同了 经典力学说的是你只有位置和出速度给定了 那以后我就可以预测你以后的位置和速度 这是它的基础,对不对 它的这个思想方法的基础 现在你告诉,量子力学告诉你 本身就不确定的 那意思是说你那经典力学的那个 那种思想方法就本身就在这里面用不上了 你经典物理,你不可能用 想用这个经典力学的那个思路来考虑这个经典力学 你不行的,就考虑量子力学,那不行的 因为量子力学里面那些量本身它就是,量本身就不确定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说,量子力学里面 我们不谈论一个粒子将来哪个时刻 在什么位置啊,它的动量能有多少啊 像这种预测性的东西,它是做不了的 它能给出概率 概率是可以的 因为它知道,可能取这个,可能取这个,可能取这个 它有概率,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这个海生堡不确定的关系 那么我们在这里面呢,说到这里以后 海生堡不确定的关系,我们再讨论也没什么用 我们在这里面看一看一些应用 海生堡不确定的关系经常用于这个数量级的估算 刚才我们说了 你光做颜色的时候 它就会有一个X方向的那个不确定关系,对不对 大概是一个H的量级,对不对 通常微观系统啊,它都是这个H的量级或者H8的量级 有同学说你这个量级估算的时候 这到底我用H8呢,还是H呢,什么 不重要啊,你高兴用什么就不用什么 因为它只是一个量级估算 X2派,它X2派有可能,比如说这是6点几啊,有可能涉及到一个量级,可能到还是不到啊 但是实际上你这个估算的东西 实际上是比这个还要不准 所以实际上是一个估算的一个东西 差一个量级也可能的 但大概是能表现一个量级上的正确性还是马马虎虎是可以的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能量尺度的估算 你知道我们物理学里面我们说 你的规律是按这个能量的尺度来划分的,对不对 能量高的时候,能量低的时候,你的很多物理规律不太一样,对吧 经典物理速度慢的时候,快了,也用相对论,对不对 那能量就不太一样在这里面 你用这个粒子速度很快的时候,它能量比较大的话 你用经典的那个动能的公式就不对 你得用相对论的那个能量公式 那我们在这里面呢 通过尺度我们可以估算一下能量 你这个尺,你根据这个,根据不确定性这个关系啊 我可以,我估算 你这个动量的不确定度是等于这个 刚才我们说动量不确定度不是这个东西吗 假如说现在你这个一个粒子是局限在一个像ΔX尺度那么大的一个里面的里面的话 你注意啊,它是局限在这里面的 那么它的动量一定是,动量的平均值一定是等于0 同意吧 它平均值要是不等于0的话 它就以这个平均值就走啊 它就不会限制在这个里面 所以它的平均值是等于0的 所以实际上这个偏差不是偏差 是这些可能值的平方的平均值的开根号 也就是说你这里面这个偏差这个时候实际上大概是描述它的一个平均平方平均值的一个开根号量 所以现在我们说,我们算它的动能等于多少呢? 动能是等于这个,对不对? 实际上这个偏差就是大概是这个平方这个跟这个对应的,对吧? 因为平均值等于0啊 偏的东西实际上就是px本身 不是偏的实际上,对不对? 它就是一个平方的平均值的一个开根号 那平方的话呢?就是平方的一个平均值,对不对? 这个话我说清楚了吗? 所以你把这个东西直接用这个,这个是一样的 所以你把这个带到这里边,你的动能就是这个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 比如说原子里边,氢原子啊 氢原子这个大小大概是一个i anthron是大概10的-10次方米 那么氢原子里边那个电子能量大概等于多少呢? 电子的动能,比如说 你把这个拿带进去一估算 4个电子伏特,大概是电子伏特这个量级 所以氢原子里边大概是电子伏特这个量级 能量 好,原子核里边呢 原子核我们说它实际上大小是大概10的-14次方米 有的小一点的,10的-15次方米 有的稍微大一点的,比10的-14次方米稍微大一点 所以大概量级是这个样子 那么这个里边 原子核在里边 那原子核,不是原子核在里边 是,就是子子和中子在原子核里边 那子子和中子的动能等于多少呢? 那时候用子子的这个,或者中子的这个质量带进去 你估算它的动能 你带进去,它估算出来大概是一兆电子伏特 所以原子核里边的能量尺度 大概能量量级是兆电子伏特量级 所以,你知道从原子核里边跑出来的那个伽马射线呢? β射线呢?β射线呢?β射线就电子,对不对? 都是一兆电子伏特那个能量量级 因为它就是从一兆电子伏特那个能量的那个世界里边跑出来的 所以大概都是这个量级 原子里边跑出来的东西是什么呢? 原子你知道原子里边有电子一月前发出来光,对不对? 光的能量大概等于多少呢? 电子伏特的量级 你测出来的那光的量级都是电子伏特的量级 因为这是电子越前,能量越前,都是几个电子伏特之间 越前来越前去,你出来的东西当然也是同一个尺度的 好,原来早期原子核有个模型呢? 说是子子加上电子原子核 因为那时候还不知道有宗子呢 他们怎么想呢?你想想看 它一算比如说氦核,α粒子不是氦核吗? 氦核里边氦,α粒子带电荷是两个电荷单位 质量是四个子子的质量差不多 所以他一想,这里面不对啊,两个子子,不对啊 那质量是四个子子,对不对? 电荷量又是两个电荷量,怎么办呢? 很容易想,四个子子加上两个电子 那四个子子和两个电子,电子和子子,电量是一样的 不是两个一抵消,不是剩下两个电量吗? 质量又是四个子子的电量 所以大家当时以为是这个 而且呢,你看到呢,βd色线 βd色线不是电子吗? 大家知道这是原子核里跑出来的 所以他想是不是电子就在这个原子核里面带着呢? 但是呢,当然别的世界能量就是依照电子负责 可是如果你估算一下 电子如果在原子核大小里面的话 它的能量应该大概多少呢? 不过电子在里面的时候它的能量比较大 我们不能用经典的,我们得用相对论的公式 相对论公式,你还是用把这个东西画一画,画成这个 然后这里边的这个动量呢,还是用刚才那个方法 测不准关系估算出来东西 然后你说原子核大小大概是 比如说是10的负14方米什么之类 带进去的话大概是20兆电子伏特 是十几兆电子伏特,这个样子 那你电子是载原子核里面的话 它的能量就应该这么大 可是按别大世界跑出来的是一兆电子伏特 这不大可能啊 就是说我在里面的能量是二兆电子,十几个电子伏特 跑出来就一个电子伏特 这不大可能啊,是不是 所以实际上这个图像大家就否定了 另一个问题呢 电子会不会掉到原子核里面 原子是原子核和电子在外边转动 对不对 电子带负电,原子核带正电 电核的力是越近它的吸力越大 同意吗?二平方分之一 在二平方分之一 越靠近它的力量越大 那会不会电子转来转去 你们在中学也看过 电子呢,也得用这个 因为它是波嘛 所以你会用电子云来表示 对不对 结果你发现电子云怎么样呢 电子云有的时候它出现在概率 靠近这个原子核附近那也有点概率 对不对 那会不会一靠近那个地方以后 吸力很强啊,库仑力 把它吸到原子核里边 那一个个都吸进去的话 原子就没了嘛 就变成 那这个世界不就崩溃了吗 那但是为什么会不会掉到原子核里边呢 就这个道理,对不对 因为你这个电子要在原子核里面 振进去的话 它的能量就得是这么大 是不是 但是我们说原子核里边 核子的这个能量 是一兆电子伏特的这个量级 动能啊 那么直子的动能是 如果是一兆电子伏特的量级的话 那么它所说到的那个势能 因为电子 这个原子核在里边 肯定是有势能有动能 对不对 势能量级估计也是一兆电子伏特 同意吗 因为这动能和势能 它不可能说差别很大 对不对 差不多也就是一兆电子伏特 也就是说 那直子的势能是一兆电子伏特的这个量级 可是直子和电子带电量是一样的 势能是库仑式假如说 对不对 库仑式只跟电荷量有关系 那你这里面不就是 呃这个 这个 电子在里面的势能的这个 差不多也是这个量级 对不对 可是它的动能要这么大 那这么点势能能拉住它吗 援助不住 所以它根本就不会掉进去 所以我们不用担心 对吧 另外平面波 对这平面波来说呢 动量是确定的 我们说平面波是这么走的 对不对 沿着这个方向走的 动量是确定的 动量确定的是 这个平面波走的时候 波长是给定的 波长给定的 动量给定的 动量一给定 意思是说它没有偏差 偏差通通都等于零 但是刚才的测不准关系 总是要对的 是动量的偏差和相关的这个 坐标的这个偏差 乘在一起 它要大于什么东西 对不对 一个是零 你要想那个东西 想大于什么东西的话 必须是怎么样呢 位置的偏差一定要无限大 统一吗 只有这种情况下 才可能满足那个不确定的情况下 所以对平面波来说 你那位置的偏差是无限大的 也就是说 对平面波来说 一个粒子 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出现 当然我们知道了 对平面波来说 我们刚才说过 它各处出现的概率是一样的 各处出现的概率是一样的 意思是 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你在各个地方出现概率都一样 你就不知道它在哪 对不对 就是这样的 所以它是迷散在全空间的 原子中电子运动不存在轨道 我们说这个物质波吗 所以它是粒子 粒子原来我们说用轨道概念来 经典里面是这么描述的 量子里面是没轨道的 为什么没轨道呢 我们来看一看 电 原子里面电子 为什么你们中学里面学的这个电子 要用电子云啊 什么这个概念 而不是用转圈 圆周运动啊 椭圆运动 不是用这个来描述呢 我们来看一看啊 假设电子的动能是十兆电子伏特 这大概是这个 比如说轻圆子啊 什么这里面的这个 一般的量级就是这个 十兆 十个电子伏特啊 那么它的速度等于多少呢 速率啊 速率你可以算出来 同意吗 使得六十方米每秒大概 蛮蛊蛊蛊啊 这是 算出来这个 根据我们刚才那个速度不确定度 应该等于多少呢 速度不确定度 是动量不确定度的除以质量 同意吗 可是这个是可以用这个算 对不对 然后呢 用这个一个 Extron 作为这个它的尺度 原子大小尺度 带进去以后 你算出来这个 速度的不确定度 是大概也是十的六十方米每秒 速度的速率大小 和它不确定度 是一个量级的 对不对 对Y和对Z是一样的 那你能 你能 你能 你能说它有轨道吗 轨道的意思就是说 它的位置和速度是给定才有轨道 对不对 现在它的不确定度和它本身是一面带的 完全不确定 对不对 所以就没有轨道了 但是 我们还是看到一些实实在在的一个轨迹 禁迹 或者是电子的禁迹 比如说正电子怎么发现的啊 正电子就是在气泡室里边发现的 对不对 气泡室是这样一个 气泡室我们讲过的 对吧 它是过饱和液体 过饱和液体 带电粒子过去的时候呢 那个带电粒子那周围就会形成蒸气 就形成一串气泡 你就看得见 静寂了 对不对 这就叫气泡室 这正电子 负电子 这静寂 你看这不是轨迹吗 静寂啊 这像不像轨迹啊 这就像轨迹对不对 那么这个气泡室这个发现的人 格拉塞这个人呢 因为气泡室的发现 获得诺贝尔奖 还有一种呢 叫云士 叫威尔森云士 刚才那个气泡室 我们不叫格拉塞的气泡室 反正给他一个诺贝尔奖了 现在这个人呢 威尔森云士呢 以威尔森名字取名 威尔森云士 但是没给他诺贝尔奖 他发现太早了 云士里边也有这个一样的 对不对 我们对这个问题来分析一下 这个轨迹到底意味着 是不是这个电子的轨迹 刚才不是电子没轨迹吗 那这个时候这不是轨迹吗 那看怎么说啊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轨迹 说是轨迹 可是它有一定的宽度 0.1毫米宽度行吗 云士过去有个禁忌 那这个黑的这个馅宽度 大概是0.1毫米啊 那说得过去的 你根据这个你可以估算 x方向动量不确定度 你可以算出来 是这个 10的-30次方的这个单位 好 我们还是用这个国际单位 一般这种电子 在这里面跑的这种电子能量 是一兆电子伏的 比如说从beta摔变 跑出来的电子 或者宇宙射线 宇宙射线 有时候电子能量还比较大 姑且我们说这一兆电子伏的 这一兆电子伏的 大概动量 对应的动量是等于多少呢 这个我们可以用 爱斯兰的那个 相当的能量可以算出来 对不对 很容易算出来 算出来它是等于 10的-23次方 也就是说 你在x方向的不确定度 和这个 沿着这个方向的动量相比 它是小很多的 小七个量级 对不对 所以它是压倒性的 它在沿着某个方向的动量 是大概确定的 对不对 所以它显示出来了这样的 静静 这没问题 所以你有的时候 你也可以说 在某个角度 我们从我们的这种 这个世界的角度 我们从这个眼睛的角度 可以说 这是轨迹 对不对 但是这轨迹得画引号 为什么呢 电子多大 电子非常小 电子我们说过 电子我们到现在 10的-20次方米 我们都没看见它有结构 它很小的 对不对 可是这是10的-4次方米 上堂课 我跟你们讲的一个例题 就是说 拿地球直径那么大的一个笔 画了一条线 你比如说画了一条线 从这个地球画到了这个木星 或者是火星 画了一条线 然后你一个图 中间有这个有太阳 水星 金星 地球 然后这边有火星 地球到火星画了一条线 我们说这是宇宙飞传的轨迹 但是你画的那条线是太粗了 因为大概是跟地球的直径差不多 粗的对不对 你说它是轨迹的话 当然也是从太阳系的角度看它是轨迹 你可是你如果真的放大镜看进去的话 在这么宽的里面 如果这个电子你不知道在这么宽的里面 它是在哪个位置的话 实际上它的轨迹有没有啊 没有的 对不对 如果不告诉你这个 宇宙飞传是地球从哪出发到火星的哪个位置 只是从地球到火星画了一条线 是轨迹 是没问题的 但是你真的放大镜看呢 当然经典的角度 宇宙飞传是有轨迹的 你你放大你还可以知道 它是从这比如说这个北京发射的那个宇宙发射的 然后到火星上哪个什么具体的哪个位置 那对它下可以越画越细对不对 那是有轨迹的 这个是你画不了的 在这么0.10的负四字方这个里面 到底电子在那里面的哪个位置过去 你完全不确定 可是10的负四字方对电子来说是一个极宽的一个领域 电子往这走你可以把电子看成是一个平面波 明白这是什么 意思是说这电子在这里面是一个很大的区域 完全不知道它的轨迹在什么地方 实际上是 外边看起来是轨迹 是这样 好 这个 另外一个不确定关系呢 是能量和时间的不确定性关系 那这个是能量和时间的 他们量纲也是这个普朗格量的这个 普朗格常量的这个量纲 所以它也你也可以推倒是这个 不过在这里面比较难讨论 难考虑的是什么呢 这时间的不确定性到底是什么 是吧 实际上在这里面说的是什么呢 是某一个物理量变化和它的变化率之间的比值 也就是说这个物理量变化花了多长时间 就是德尔达提 不是时间的什么偏差啊什么 时间取得什么可能值什么 这种话都不对啊 时间可能值我们不知道什么意思 对吧 时间永远就这么走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说的实际上是 它这个体系有明显变化的时候 时间间隔大概用德尔达提来表示 那这个东西呢 经常我们可以用来解释能极自然宽度和寿命 也是用数量级估计 那么意义不是可以写成h8ω吗 那你就可以有这种关系 那如果你学过光学的这个弗列分析的话 光学弗列分析那里面一般的这个频率有个宽度什么之类的 那时候跟这个时间之间就有这么关系 那假如说现在有个能极在这 它有这个宽度是德尔达E 那这个这个时候这个德尔达E和那个德尔达T不是有一个关系吗 那个关系所确定的时间大概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能极的寿命 因为这个能极状态在这里的话 它在这从这找这来回变化 你不知道再变化到什么地方对不对 所以大概这里面这个实际上是表征这个状态寿命 它从这月线到这来出去的时候 跑出去一个电磁波 这电磁波有个频率奥米卡 这个频率奥米卡它有个宽度对不对 这是寿命 它有个宽度对不对 它不是严格的平面波对吧 那这个宽度是什么呢 就是用它的寿命分子一来描述 这样啊 对于平面波来说 能量是给定的对不对 能量一给定的话 我们这个德尔塔T是无限大了 对不对 根据这个估算 那意思说 如果有一个平面波的话 那么这个状态呢 不属于时间改变 因为一个物理性质明显发生变化的那个时间 就是德尔塔T 现在这个德尔塔T无限长的平面波 如果是往那走的话 没有任何打扰 没有什么相互状态的话 这平面波就是平面波 就不会随间改变 对吧 就这个意思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第一章里面 玻璃二向性 要讲完了 好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